另外看到一人一手机的时代 花联市工作为了要鼓励各客室主动宣导市政 那么11日是开办了手机摄影教学的课程 并邀请回来有线电视的主播兼记者 同时也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卢宇慧来指导 那么花联市长魏嘉贤表示 期盼同仁能从基本的新闻写作学起 透过手机的拍摄、创作影片 将承办的活动或是业务 除了拍摄照片也能剪辑呈现 让施政的成果更丰富 人手一只手机的时代 会拍照也要会拍摄 花联市公所11日开办手机摄影教学课程 邀请从事媒体工作超过25年 回来有线电视主播兼记者 同时也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卢宇慧授课 让同仁从最基本的新闻写作基础概念学起 再以新闻影片分享 让同仁实际操作及检讨 那今天我会先从简单的新闻的概念 不是要大家一定要写新闻稿 肯定可能觉得关我什么事 我们部门不用做这种事 不过就是基本的 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什么叫新闻稿 那通常要提供新闻稿哪些注意是这样 那贵所有很专业的新闻人员 所以这个在他面前我是有点斑人模糊 那不过就是跟大家 让大家有一个基本概念 那之后呢 我会再针对大家现在实用的手机摄影的部分 我有找了很多的画面 好的画面 失败的画面 要改进的画面 待会播放给大家看 那最后一部分就是要去 大家实际操作 为了让公所同仁能了解拍摄的实物操作 随后也到户外找主题练习试拍 并透过拍摄的影片分享讨论 今天要谢谢我们卢老师给他掌声一下 那期待你们开出美丽的画面 跟帅哥的市长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请到 花莲回南有线电视台的卢语会卢记者 来做一些新闻画面的一个呈现 跟新闻稿的一个写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主要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课程 让每一个在公部门上班的同仁们 能够了解到新闻制作的一个流程跟过程 那未来也可以方便于 自己在每一个单位里面 做相关的一个实物上的记录 那未来也可以把这些记录成为影像化 那我们真的也希望说 每一个同仁都能够认真的 学习每一件技能 那未来可以在公部门里面 可以服务到更多的民众 甚至在未来在做考核的时候 有很大的一个成长 那我们花莲施工所持续给更多的同仁 有不一样的训练课程 训练技能 无非就是希望 未来能够增加公务人员 更多服务的量能 再只要谢谢我们辛苦付出的每位同仁 那花莲施工所会持续的进步 让大家都看得见 花莲施工所首都办理手机摄影教学 各课室派选种植人员和有兴趣同仁 超过30人报名 魏嘉贤表示 期盼花莲施工所各课室 未来除了拍照 也能透过影片拍摄 将承办的活动或业务 以剪辑来记录呈现 让市政成果更加丰富生动 记者讲帮演花莲施报导 这期视频 curious 请不吝点赞 订阅录为